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童童 不要睡着哦 会着凉的 知道了 妈妈 露天睡觉 真是个任性的小孩 不好 魔王又开始捣乱了 医生 等等我 妈妈 我好冷啊 孩子这是夏季伤寒的症状啊 玻璃 果然是魔王在作怪 快去找你是真爷爷 来 百草仙剑 眼伤 爷爷 对不起 没事没事 爷爷 魔王这次 魔王在利用得了夏季伤寒的孩子吸收能量 现在可怎么办呀 要对付他 我的佩武法阵还差一味香茹精华 香茹是一种植栗草本植物 生于路旁 山坡 荒地 地上部分可以入药 对头痛发热 恶寒无害有一定作用 香茹精华 好的 记住了 嗯 香茹之王 门饶没有 锦石魔 上方官 在 在 香茹妹最喜欢花粉 这瓶花仙粉可以帮你们抓住她 记住 香茹妹生气之后会狂暴 千万不要激怒她 好的 大王 可是 这个宝贝要怎么用啊 这是花仙粉 任何心智不坚的人 都抵挡不住她美丽的幼花 是吗 哇 今天的眼色好美啊 蛋蛋 还不快去 是谁 好玩 好你个小调皮 你给我站住 小妹妹 浪费花粉会影响香香花结果的 你是谁 凭什么管我 她叫眼上 我们只是觉得你这样做不对 花粉多好玩 又香又美丽 你们少管我 你应该向山绕仔道歉 真是个调皮的孩子 眼神 你们怎么来了 我们是来找香茹妹的 请问她现在在哪里 刚刚离开的就是 是 香茹妹不过是一个小孩罢了 就算生气又能厉害到哪里去 可是 没什么可是 这根本不需要用到这个宝贝 等一下你就用这根绳子把它绑起来就行了 为什么要碍上 当然是因为你比我厉害了 说的有道理 这个傻瓜 我用她探探香茹妹的虚实 如果香茹妹没有大王说的那么厉害 这瓶花旋粉我就独吞了 变成花脸猫了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 得来全部费功夫啊 看我抓住你 打不到我 打不到我 伤风乖乖乖帮忙啊 看到吗 原来只是个麻烦的小鬼 大王根本是多虑了 可恶 救命啊 看来还是得用这个宝贝才能对付它呀 小龙妹 休想过来 又是你们这些坏蛋 看我的 哈哈哈哈 没打到 是吗 真没用 那就让你们尝尝狂暴厚的香茹妹的厉害 那是什么 啊 好 啊 啊 啊 好 好 好样的 狂暴吧 狂暴吧 我们得打掉那刀鱼 你这样快让我变身 我去对付金石魔 百草金黄为我左右 乌铃铃 小粉金铃出金 看你怎么打得到我 眼神怎么办啊 会伤到香茹妹 金石魔太狡猾了 谢谢夸奖 云到底怕什么呢 打不坏也摸不着 有了 蛋蛋伤风怪 来打我呀 竟敢小看 这次一定会打中 上风怪 你干什么呀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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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灵出金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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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кли 嗨 后座的 对不起 我不应该这么认笑 没关系 知错就改就是好孩子嘛 现在当务之急 是先完成配舞 阻止魔王 时间紧迫 我们开始配舞 钥匙同源 健康支援 武林兵 千元合一 大王 我们又失败了 你们这些美容的家伙 这两天应该就会没事了 但是以后可不能在露天睡觉了 好的 捧院长 真是太感谢您了 哎呀 我们的那堆树还没整理呢 完了 小贝真棒 小贝太脏了 不要随便亲狗狗 小贝可是我们的家庭成员 不要让他感受家的温暖 不要让他感受家的温暖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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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救死 哎 哎哎哎哎 糟糕 魔王又出现了 哎 得赶紧找李时珍爷爷帮忙 草笨仔 我们出吧 好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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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蛤 嗨 啊 哇 哎 啊 啊 不哟 啊 啊 玻璃爺 你是真爺爺 何妨妖孽 爺爺 我 眼神啊 原来是你们呐 必是真爺爺 魔王又出来捣乱了 别着急 我都知道了 小嫡就是过敏性哮喘犯了 我已经在配舞了 玻璃鸣 这么厉害 先别急着夸 我这里还缺少一味白果精华呢 白果 白果是银杏的种人 银杏喜欢生长在温暖湿润的地方 白果表面呈黄白色 平滑坚硬 对脸废弃 定弹喘 冬日哮喘 有一定作用 白果莲肉粥更是美味的不得了 知道了 我们现在就出发 又是他们 伤风怪 去给我阻止 甲虫 俺最讨厌甲虫了 真没用 我怎么有你这样的手下 暗对甲虫过敏 过敏 大王 我感冒严重 今天请假 我有办法帮你轻松取上 只要有人接触这只肉肉甲虫 就会失去魔法能力 大王 这次的任务就交给我吧 保证完成任务 还有我 不合妹 你什么时候来看我啊 只有你还在陪着我 哈哈 在魔法控制下 肉肉甲虫一定顺利击中白果仔 用什么魔法呀 武力才是最好的解决方式 你这个莽夫 静静的看我的表演 怎么又是这样 软软腰 又是你们 玻璃鸣 手下败将 尝尝我的厉害 别误会 我们只是来看望白果仔的 是吧 上风怪 是 是吗 笨蛋 计划失败 只能协撤 你们是谁 看来计划成功了 一定又是你们的诡计 可惜知道的太晚了 刚刚是谁要我尝尝它的厉害来着 草门仔 让我看看你的咬精石 你孩子 怎么回事 怎么魔法失灵了 眼神 这可怎么办 怎么办 跑啊 你们是谁啊 眼神 草门仔 找你来借用白果精华 放不到了 看你们还往哪里逃 草门仔 你们躲到树后 交给我了 哈哈哈哈 蛋小鬼 他都中招了 怎么还会有精华之气呢 看得寒冷狂妆 等一下 快滴树干 坏掉了 嘿嘿 快 哎呀 快快 啊 啊 啊 什么声音啊 啊 小心 快不快跑 玻璃令 咎由自己 太棒了 剃死我了 这次饶不了你们 尝尝这个 你怎么会遇到我的鸟 不要啊 不好 快跑啊 千万不能让它碰到 真是够了 现在就来收拾你们 他们怎么会那么怕毛毛球 玻璃令 我懂了 是毛毛球 对 咱们皮肤的过敏原 一定在毛毛球身上 同意 咱们都是被毛毛球接触过 才全身变绿的 有办法了 毛毛球 看这里 草门仔 快检查 就是它了 咱们就这样做 哇 嘿 谣虫小剑 天赖 别再出场 啊 哪儿有你 啊 白草精火 为我左右 跳 锅铃银 草本精灵 出镜 拜拜 救命啊 兜兜我 猫猫求真棒 上队啦 你确定 这个怎么办 发动不了药精石 怎么配舞啊 白光仔 你怎么在这里 我来看你了 猫猫猫 真的是你 你们的身体 难道是皮肤过敏了 都是魔王搞的鬼 别着急 让我来帮助你们 我好想你们 猫猫猫 我们也想你 我说 魔王还在吸收黑暗能量呢 咱们是不是先 哦 忘了这事儿了 这就把计划给你们 草本仔 准备 好嘞 小石同源 健康支援 我宁力 天员可以 又失败了吧 大王救命啊 你们这些笨蛋 按我说的句条理 孩子很快就会好了 多谢您了 彭院长 以后和宠物在一起要注意 吸入动物毛泻 容易引发过敏性哮喘 嗯 知道了 哎